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 民事最新八点大戏大时代将在今。 三,晚街道幸福来了, 下午陈美凤和演员群吃起一大盘火龙果, 欲祝晚上大时代轰动手播收拾火红, 其中特别客串的王彩画为了演出朴实又并重的养母, 画老妆上镜,王彩画表示为了戏好, 半丑半老绝对没问题, 同时王彩画也直夸江祖平是超棒的演员, 和他对戏轻松又自在, 而拍戏的情绪不止给镜头前的拍摄, 就连在镜头以外, 两人对此也激动落下泪来。 王彩画客串画上老妆登场, 预告片一出也让不少网友说, 这扮想真的需要勇气, 真的是宝庇天后吗? 而戏如人生王彩画经历妈妈早逝, 王彩画跟江祖平演出母女格外有feel, 回想童年时期每年到了母亲节, 没有妈妈的学生拿的都是白色康乃心, 让她觉得没妈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, 很难过很自卑, 也成为她一辈子的痛。 拍戏前看到大时代的台词, 就十分感动, 让她光是读本已经泪流满面, 希望感动自己的好戏, 一定也能感动观众。 王彩画, 右, 扮老庄和江祖平标系, 民事提供, 王彩画, 左, 和江祖平标系, 光读本就流泪, 民事提供, 王彩画, 左, 和游安顺, 民事提供, 陈美凤, 中, 写演员群吃火龙果和助收市长虹, 民事提供, 和江祖平标系,